1月24号晚,导演周星驰协星片《新喜剧之王》亮相杭州,吸引了众多粉丝和影迷围观。 活动现场周星驰表示,20年前1998年的《喜剧之王》影天仇的故事没有结束,有所遗憾。 直到现在遇上了这些这么好的演员才把这个故事讲完。 隐天仇的故事,其实它没有完结,它最后还是个跑龙套的,所以我在想,其实它应该是有一个结局,那么一直想啊想啊想到20年后的今天,我才想碰,再加上才碰见好像那么好的演员,就是完全跟我的故事是很配合的,所以到今天我才可以把它拍出来。 据悉,该影片由周星驰自编自导,演员王宝强,鄂静雯等主演,讲述了跑龙套的大林女青年卢梦在不断经受嫌弃与打压后,依旧坚持着自己的梦想,努力奋斗的故事。 周星驰表示,小人物奋斗故事从来都是最动人的,他一直相信,只要真的努力奋斗,就算过程很艰难,但总有一天会成功。 因为小人物的奋斗故事呢,从来都是最打动我的,我也觉得这个是对观众来说是最有利的,还有就是我今天相信这个事情就是, 只要你是真的努力奋斗,当然这个奋斗的过程是会非常困难,但是假如你真的能真的成立去做,你是总有一天会成功。 最后,周星驰用《喜剧之王》中的经典台词告白现场隐秘。 2019年努力奋斗,还有就是我养你们,大家不是说我爱你们,就是说我爱你们,这个是最大的,最新的版本,是吧? 谢谢。